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说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另外一个章节在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说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将士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愿神祝福听他的话 由于行走的人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 交在红千惠传道的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在这个新年里面呢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习惯呢 都会希望做一个很棒的例子 那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期待 我们今年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在你的信仰上面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在你的信仰上面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只要传福音 因为 在神给你的生命当中 他要邀请你一起进入 他传福音的使命里面 传福音的使命里面 上帝算你一份是什么 传福音的福音事故 上帝要告诉你 在你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传福音 但是时常我们都会陷入在一个状况里面 就是只要我解决问题了 我就有时间去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看到了 你把什么放在前面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把什么东西放在前面 你会说只要我怎么样 我就可以有时间去传福音 只要我解决我的问题 我就可以去传福音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还有很多事情是在后面等着你 还有很多东西是在 当你解决了一片问题的时候 后面还有好多片 后面还有好多片 所以你如果说 当我从经济里面 有成长之后 当我找到工作 当我家里安顺好之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你等到那一天 会等到你年老白发长长的 都还等不到 因为魔鬼给我们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是 我们的事情好像永远都做不了 我们的事情永远都做不完 当你觉得我要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才能跨出我的传福音的使命 那你永远会耗尽时间 等待你安静的那一刻 因为那一刻永远都不可能会来到你的前面 所以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叫做我有空的时候 没有什么叫做等我解决问题的时候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魔鬼会告诉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很紧急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会一直开始排排排排排 我相信在你今天的 从今天大年初三 我不知道你等一下排了什么活动 但是我相信你心中已经有一个设定是 我等一下要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人生在我们的时间里面 我们也是这样安排 那你把传福音排在的今天的时间里面 你排在哪一个时刻 我相信我们可以自己去思想 在传福音的事工里面 你今天排在了哪一个时刻 所以呢 魔鬼总是在挑战我们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但是他会告诉你 你永远都找不到 神说你要在这里面空出你的时间来 因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传福音的使者 你要记得我们是神的门徒 我们要去传扬福音 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这样分享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 如果今天上帝没有透过你的肩膀 透过你的手去怀抱一个人 那基督就不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上帝要透过你 透过你的肩膀去安慰他 除非用你的声音 不然上帝没有声音可以去安慰别人 可以去鼓励别人 除非上帝用你的微笑去感动别人 不然上帝不可能会亲自对一个人微笑 上帝要用他的身体感动你 透过你再去感动别人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大使 所以呢 我们要努力的去做我们的部分 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16章15节 他们他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个福音是什么 就是已经有一个人为你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有一个人为你钉在十字架上 为你的罪全部都被钉在十字架上 上帝的宝血为你而留 上帝的宝血为你而留 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说 有一个地下钱庄 当你跟地下钱庄借了一千万 突然有一天地下钱庄跟你说 已经有人帮你还了 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甚至耶稣基督的爱大获这个 千万倍 耶稣基督的爱让你体会那种感动 比这个感动更多 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当你思想你的生命 在你的信仰历程里面 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中 放了一个重要跟简单的事情 当你看是你越想要的东西 其实它越难得到 这个就是简单跟重要的原理 其实对人类而言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左边这一个 阳光水跟空气 上帝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 右边这个是什么东西 钻石 但是它对你不重要 所以呢 它必须要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上帝才能得着 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你最需要的东西 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你就可以得到那样东西 你最需要阳光跟水跟空气 上帝很简单的让你得着 你最需要钻石吗 不需要 所以你必须要很拼命的才去得着 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上帝知道一个爱 可以让你的灵魂得着平安 跟你心里的安静 所以上帝用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是一个家庭 当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有爱 最后你会组织一个家庭 一个小朋友最需要在哪里成长 用爱保护 用爱提供 所以上帝知道人的灵魂最重要 他用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家庭 那你在一个最需要的时候 可是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得着 那你的灵魂呢 你的灵魂上帝也知道 你非常需要一个救恩的东西 所以上帝 他安排了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告诉你什么都不用怕 只要你相信他 只要你认罪悔改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你就可以得着新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没有生我们每一个人的气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爱 一个包容 一个原谅 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神是高高在上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不爱我们了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神知道一个你最需要的东西 他用一个最简单的东西要给你是 只要你相信他 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 神就愿意敞开他的双手 让你来到他的怀抱 今天上帝不会用一根棍子 像我们回家做错事 妈爸妈妈就等在那边要打我们 上帝不会 上帝说只要你愿意来 他就会用他最棒的怀抱 怀抱着你 所以呢 在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读的另外一个季节 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今天上帝不是要来定你的罪 乃是要叫你因他而得救 乃是要叫你因他而得着释放 如果有人批评你 如果有人论断 如果有人一定要定你的罪 告诉你 你就是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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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告诉你 那不是从神而来 因为神要给你的不是这样的东西 在他的话语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来不是要定你的罪 乃是要你因他而得救 所以今天当有人定你的罪 当有人一直告诉你的时候 你做错了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一直拼命的批评你 那绝对不是从神而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不要随便定人家的罪 通常我们都会想说 我们要告诉他 你犯罪了 你怎么样 你做错了什么事情 不是一定要定他的罪 而是要告诉他 神愿意接纳你一切的过错 神愿意接纳你一切的过错 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我们都在自我认识 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都活在跟自己独处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我们做对了哪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做错了哪一件事情 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就能知道 因为我们花很长的时间 在跟自己相处 你知道你自己是对的 那你要会给自己拍拍手 但是当你知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骗得了别人 但是你骗不了自己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呢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当我们要带领一个人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不是一直去定他的罪 而是我们要告诉他 神的救恩可以带给你生命的改变 神的救恩可以带给你生命的改变 所以当一个形影的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所有的人都准备 被定他的罪 所有的人都拿起石头要丢他的时候 耶稣有在旁边定他的罪吗 耶稣没有 耶稣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犯罪的人 可以拿起一颗石头丢他 可以拿起石头丢他 耶稣没有马上就定他的罪 耶稣只有跟他说 你不要再犯了 今天我们传福音是什么 我跟你说你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才会怎样怎样怎样 你是不是因为犯罪 所以你才怎样怎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传的 我相信他想听的 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远大于我们去定他的罪 我们能提醒他 但是不要给人家定罪 因为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 是透过圣灵来感动他 在罗马书二章四节 他说岂不知上帝是良善与恩慈 使人悔改的吗 神会用他的圣灵亲自去感动他 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要记得第二点 虽然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使者 但是不要给人家定罪 不要拼命的指责人家 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是良善恩慈的 就如同在让子回头的故事里面 当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 他的爸爸什么都没有说 就接纳他 就接纳他 因为今天儿子内心的自责 我相信已经大过于他爸爸念他 他的孩子一定是自责到不行 所以他才愿意回到家 甚至他已经也知道 他爸爸有可能不会接纳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自己相处 你要提醒他们的是 用爱跟接纳跟包容 今天神要我们做的也是这个 把他的爱传给别人 把他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所有的人知道 他是良善 他是信息 而且是正实公益的 所以不要忘记 你要告诉别人 神的爱会让神的爱 超过他生命的一切 但是有人 当你体验的时候 你会说 上帝真的有这么好吗 可是我以前骂过上帝 可是我以前怎么样 我要告诉你 不论做过什么事情 你要告诉他 不论你做过什么事情 神的爱跟包容 永远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同样的 不只是他生命当中 也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会发生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 所以不要忘记神接纳每一个人 你知道当神第一次显示他弥赛亚的身份的时候 他是跟谁显示的吗 他不是跟一个很有学士的先知 他不是跟一个拉比 他不是跟他的门徒 他是跟一个最软弱的人 而且他结过五次婚的一个在井边的路 耶稣他的生命就是要来亲近那些最需要的人 他要显示弥赛亚的身份的时候 是跟一个最软弱的妇人 我们知道在当时 当时候的时代 女生是不被看 就是几乎都是被瞧不起的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跟谁显示他的身份 他跟摩大拉的玛利亚 跟亚克的母亲玛利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清楚的 耶稣基督来是要接触哪些人 是要接触哪些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 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 我们要告诉这世界上所有的人 上帝的爱跟接纳 我们再一起来看 耶稣他接触的是哪些人 他会接触瞎眼的巴迪麦 他是在当时最不被看好的 他也接触了善哀 是当时大家都讨厌的 他还接触那个被罪恶感充满的人 有一个女人他拿了香膏 他觉得这是要献给耶稣的 但是他用他的头发去抹耶稣基督的脚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配 耶稣基督就接触这些人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要传给别人的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要知道把自己的重担完全卸给神 包括你想要传福音的那个人 甚至你自己也一样 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我们时常有说一句话 因为信而快乐 因为相信而喜乐 因为相信而满足 今天在你的信仰上面 你觉得这个信仰带给你什么 我相信我们也要时常去思考 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生命中什么样的改变 在你最烦恼的时候 这个信仰带给你什么 在你最忧愁的时候 这个信仰带给你什么 在你最喜乐的时候 这个信仰带给你什么 在这个春节里面 这个信仰带给你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改变 你去想一下 你有把你的重要的事情交托给神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们知道有行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放下 譬如我们今天返乡过节 我们带着很重的行李 我们就会把它放到行李箱 那自己坐在很舒服的位置上 今天当你搬两颗西瓜 回到你家要搭电梯的时候 你一进电梯 你一定会把其中一个放下 甚至把两个放下 我们要放下有行的东西很简单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无行的东西放下 是必须要花我们的生命去学习 这个生命就是用相信 把你的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 有两个小和尚呢 他们的就是大师兄分布他们 在几点之前要赶到山上呢 去拜佛 那这两个和尚呢 他们就必须走很长的路 他们必须过一条很湍急的河 但是用走的就过得去 那他们要过这条河的时候呢 有一位妙龄女郎呢 就也在河边就走来走去 因为水有点湍急 他其实不太敢走过去 那这两个和尚就到这个河边的时候 其中一位大师兄呢 就问这个女生说 你也要过河吗 这个女生说 是啊 我也要过河 他说 可是水有点湍急 我不敢过去 这个师兄呢 就马上蹲下来 就说 哎 你给我背 这个师兄就马上背起这个妙龄女郎 就走走走走 这小师弟在后面一看 啊 我的师兄竟然破戒 他竟然背女生 哇 那就看着他这样背过去 过河之后呢 这个师兄就把那个妙龄女郎放下来 那他们就继续走 但是这个小师兄心里就一直低估啊 为什么我的师兄呢 看到女生就直接背起来 这样合理吗 他这样背女生 那他今天这样可以去拜拜吗 他的心里一直想想想想 两个小时之后 他终于忍不住问他的大师兄说 哎 你刚刚怎么背那个女生 那个大师兄跟他说 亲爱的小师弟 我刚刚在两个小时前 就已经把那个女生放下了 你的心中背着那两个 那两个女生背了两个小时 你竟然还没有放下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背那个无形的东西 背了多久 你有相信神会帮你把那个东西背着吗 还是你一直觉得我自己可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把你那个东西交托给神 你要把你那个东西交托给神 我们读了一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什么 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全能 他的大能 你要知道他所说的一些话 一句都不会落空 当你完全的相信他的时候 你才能把自己的重担交托给他 你才能改变你自己 改变你的家庭 改变你的生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忘记神在任何时间 在你的生命的任何时间都在掌权 我们知道约瑟 当他被卖到爱情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生命中没有任何可能 他知道上帝一定离弃他 但是他还是做一件事情 他一直的祷告 他不断的祈求 他都跟上帝松心 虽然他的心中 别人可能会告诉他 你的上帝已经离弃你了 在他的心中 他也有可能觉得我的上帝是否离弃我了 但是他完全相信神 你的信要胜过你的华语 你的相信要胜过你的华语 在一个 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摩西 他已经八十岁了 今天你八十岁了 你还会相信你可以吗 但是神告诉他说你可以的时候 摩西就相信他可以 所以他带领了好几百万人出埃及 今天你也是这个摩西 你可能没办法带领全台湾 两千三百多人 但是你却可以带领你的家人 带领你的亲戚 带领你的朋友来到神的面前 你就是摩西 你就是摩西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 在西柏来书11章6节 人非有信就不得神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心非常的重要 当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可以把他带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把他带来到神的面前 这一节经文说相信 当你相信的时候 你就必得着 你知道我的孩子 从过年前就开始到跟我说 去百货公司买车车给以乐 他每天都一直念 一直念一直念 在过年的时候 我真的带他去 搬去搬斗城 搬了一台车给他 因为他每天都一直念 一直念 你就会知道 他真的非常想要那样东西 你所需要的 你有每天告诉神 要相信你所说的一切 神都有听到 你所做的一切 神都有看到 你要相信 今天我们这节经文 人非有幸就不得神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你要相信 你所需要的 神必赐给你 最后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图片 他说一个人 最大的破产就是绝望 最大的资产就是希望 在新年的第一 今天已经是初三了 但是用这段情节 跟大家一起勉励是 我相信我们的生命 能改变别人的生命 我相信我们的信仰 能够传扬给别人 你也要知道 在你的生命里面 是受神祝福 神必须要透过你 才能去怀抱别人 神必须要透过你的言语 去鼓励别人 神需要透过你的微笑 带给别人信心 愿上帝祝福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过去一年 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耐力 我们相信 无论过去一年里面 我们经历过任何的情况 无论是苦 无论是喜 无论是我们欢笑的时候 你都与我们同在 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主耶稣在新的一年 我们也感谢你 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 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一年里面最大的帮助 我们也深信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 跟给我们最多的力量 主耶稣我们也知道一个跟随你认识你的人 是有福气的 所以在新的一年也盼望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主耶稣你的面前 让他们能够得着这样的福分 主耶稣我们要再次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 愿你祝福他们的家庭 祝福他们的身体 让他们能够借着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再次去见证神的大能跟荣耀 我们再次把自己摆上在你的面前 愿你来使用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奉献 谢谢